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物是身体形态 结构最高等 生理机能最完善 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类别 从高山之巅 到海洋深处 从两极冰原 到热带丛林 从荒蛮戈壁 到田园都市 到处活跃着哺乳动物的身影 我们人类便是这个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哺乳动物有着漫长的演化史 多次经历地球环境的沧桑巨变 这些动物王国中的佼佼者 究竟是何时开始登场 又是如何从艰难时日一路走来 步入今日高光时刻的呢 为着探究哺乳动物形成 演化的奥秘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前往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与古动物专家邓涛博士一同 追溯遥远的过去 解析哺乳动物跌宕起伏的前世今生 邓涛古生物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所长 他师从古脊椎动物学家邱湛祥院士 致力于新生代哺乳动物 录像地层和环境演变的研究 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多年来 他带领团队在我国多地 发现了丰富的古动物化史 完成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 发表学术论著250余篇 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感谢您接受地理中国栏目的采访 也谢谢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古脊椎动物的进化 今天呢 首先我带来了一些观众和网友的问题 有一位观众他这么问 他说哺乳动物顾名思义 他们是能用乳汁来补育后代 对 那最初在很久很久之前 分泌乳汁这种功能怎么形成的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的世界上 实际上有三种 或者叫三类的 哺乳动物 那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包括我们人在内 那这个在分类上叫做有胎盘类 那还有一种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就是有袋类 它们是没有胎盘的 袋鼠 烤拉 对 那还有一种 大家不是太熟悉的 叫做丹孔类 那这种哺乳动物呢 它是产卵的 或者叫做下蛋的 鸭嘴兽 对 它确实是哺乳动物 它的哺乳的话 是没有真正的乳房 那它的乳汁从哪儿来的呢 类似于汗腺 汗腺 对 就是我们夏天天日了流汗 但是丹孔类 就是鸭嘴树 还有一种叫做针叶 都是非常少的动物 那么它们的汗腺里面 会分泌乳汁 汗腺里分泌乳汁 对 而且不仅是雌性 那么雄性也有这个功能 大家刚才我们想到的这个哺乳 那么一定是有一个乳房 一个乳头 那它没有 所以说它的乳汁分泌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顺着它的毛 那么流出来的 那它的幼崽是在那个舔 舔这个分泌出来的乳汁 那这样就暗示着 哺乳动物的起源 那它的这个过程 可以从鸭嘴兽 上面看见 这个丹孔类是最原始的 那最早的这个进化的这个过程 那哺乳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那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从汗腺逐渐 演变成了这个乳腺 鸭嘴兽是现存的最原始的哺乳动物 它头似鸭 身似瘦 以产卵进行繁殖 用汗腺分泌乳汁 甚至还能用腿后的毒刺 危机来犯之敌 鸭嘴兽栖息的澳大利亚 四面环海 在相对封闭稳定的环境中 它们演化得很缓慢 因此在它们身上 保留下千百万年前 原始哺乳动物的样貌和特征 鸭嘴兽虽然很原始 却并不是哺乳动物的始祖 那么哺乳动物的祖先到底是谁 它们又诞生在什么年代呢 实际上它能够分泌乳汁 对 这已经是哺乳动物的大木完全拉开了 对 这之前有多漫长 这个非常的漫长 可能大家我们都很熟悉 地质的划分 中生代 新生代 那中生代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爬行动物的时代 恐龙的时代 对 更典型 那中生代包括了三个叫鸡 大家很熟悉的猪罗鸡 猪罗鸡公园 在它前面呢 有三叠鸡 然后是猪罗鸡 在后面呢 有白儿鸡 这三个鸡都是 中生代的最早的哺乳动物 在三叠鸡的晚期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 哺乳动物 对 几乎和恐龙 同时在 出现在地球上 哺乳动物演化 形成的时间非常漫长 早在2.6亿年前 它们的祖先便开始出现 它们是爬行类动物家族的一个分支 在样貌上 它们与爬行动物很相像 那么科学家又是如何判定 它们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呢 这还要从它们头骨上的一个孔说起 这个孔是在什么部位呢 那这个孔呢 就在我们眼眶的后面 犬宫的上面 太阳穴 对 就是在这个区域 老百姓经常说这是太阳穴区域 对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头上 那么这个开口 在眼眶的后面 那只有一个开孔 我把它叫做裂孔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中生代是爬行动物的时代 特别是恐龙的时代 恐龙呢 在眼眶后面是有两个孔 两个孔 上面一个孔 下面一个孔 就是它有两个这个孽孔 把它叫做双孔类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爬行动物在很久很久之前 有一只 对 它们这儿原来两个孔 变成一个孔 对 这就预示了 它们今后将和爬行动物 走上不同的道路了 对 那您说的很对 因为 多数的这个爬行动物 那直到今天的世界上 还保存着 双孔的这个特点 那当然恐龙是绝面了 那跟它亲爱关系 很近的 比如说鳄鱼 那么它们都在这个双孔 内心里面 所以说这些 都是它们的 主力的部队 那么保持这个特点 但是有一只 那么也化成了下孔 那这一只最终 也化成了哺乳动物 包括我们人 包括我们人 因为我们是人类 是哺乳动物 我们是从下孔内 演化过来的 这个孔的功能是做什么 那最重要的呢 实际上是 有很发达的肌肉 这个肌肉是干什么用的 咀嚼 那还有很重要的呢 在这个孔的内壁 那么有很多血管 神经这样的 通到它的大脑里面去 按照我们的分类的话 那整个后面的这一只 都叫做下孔 那这一只最终 也化成了不漏洞 距今约2.6亿年前 爬行类家族中 变异出一个分支 它们头骨两侧的孽孔 有两个变为了一个 这个变化 看似微不足道 但恰恰是这一类 下孔类动物 日后演化出 复杂的身体结构和功能 成为了更高级的 哺乳动物的祖先 从无到有 到最终发展壮大 哺乳动物开启演化 真诚的机缘巧合背后 又受着哪些 自然规律的支配呢 这样一种演化 它涉及到骨骼 肌肉 神经等很多很多的组织 对 最初 它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 才发生这样一种变化 我们知道 进化论 实际上它有两个 很重要的这个 叫做原则 或者是基本理论的基础 那我们经常都听说 自然选择 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呢 使使者生存 自然选择 那它选什么呢 那实际上 在每一个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生物党 它的后代 直接是有差异的 比如我和我的父母 长得就不一样 对 虽然有像的地方 但是肯定长得不一样 对 就是说同一批后代里面 那么它们有差异 那这些差异呢 大多数时候 都是没有实际的 意义的 只能分出它是谁 对 它和它们一样 功能上的意义 那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 这些变异 有了 决定性的这个意义 我再想象一下 比如说 最早的动物 哺乳动物 它们有脚 对 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 第一只有脚的动物 这就是一种变异了 对 那这种变异 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得见 这个斗牛 大家非常害怕 为什么 因为牛的这个脚 是非常凶猛的 进攻性的武器 它可以在 同样都是雄性之间 来竞争 来炫耀 引人赢的磁性的关注 甚至是 它可能在动物里面 占有很多的磁性 组成一个大的家族 这样的这些变异 它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 有了演化上的意义 再举个例子 可能大家非常的熟悉 这个长颈鹿 脖子为什么会长这么长呢 为了吃食 原来的这个想法 那就是它的长颗子的优势 就是为了吃到高速的树叶 这个拉马克到达尔文 都是能认为的 但是我们最近 有一个新的这个发现 那现在我们的结论 或者是我们的假说 就是长颈鹿的长颗子 是在大豆中具有优势 而它能够吃到高速的树叶 是一个次生的这个用途 附带的作用 附带这个作用 正好的环境里 那为什么打豆 会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 是因为在长颈鹿的祖先 生活的时代 环境已经变得非常的干燥 大概距今1700万年的时候 干旱的地方 那这个食物来源就减少了 而这样的长颈鹿 不仅维持自己的 它的这个取食的需求 它还希望雄性的 要拥有一个家族 雄性之间就会打豆 那在这个更长的脖子 更强的这个头部 获得了优势 所以说在后代 几个不同的个体 同时有强壮的这个脖子 它们就获得了这个优势 如果说当时没有这样的环境 是一个水草风貌 森林密布的时候 这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不用针 植物 树叶到草 有的是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个变异 或者是说更强壮 更长脖子的那些个体 它具有优势 它能够保持一个大家族 而那些没有这个特点的 它没有这个繁殖的对象 慢慢就被淘汰掉 它的这个基因就传不下来了 所以这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使者生存 在我们整个的所有的生物的演化中 都是基本的规律 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其实生物界这也很明显 是不是越是在这种环境变化剧烈的时候 这个时候反而物种 它们的演化会越来越加剧 是 因为这个时候环境变了 这个选择就会变得非常强烈 变得更加严苛也 或者是说环境的压力会变得更大 它跟之前他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 那按部就班不行了 所以说那些变异的个体 能够适应新的环境的个体 它就存活下来 然后它的基因一代一代的 这样遗传下去 一万年来 物种的演化始终被内因 外因两大作用驱动着 动物在繁衍中 子带会产生基因变异 形成从体貌到身体机能的差异 这是内因 与此同时 每一个个体为了生存 都要努力适应激烈的竞争 和不断变化的环境 弱者遭淘汰 强者胜出 那些强者将更适应环境的基因 一代代传下来 使种群得以不断壮大 不过 这个演化进程既漫长 又跌宕起伏 现今的哺乳动物 均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它们体温恒定 胎生繁殖 身上长有皮毛 用乳汁捕育后代 从进化石角度 凡具有这些鲜明特征的哺乳动物 被科学家称作冠群哺乳动物 然而在它们形成之前 在长达近两亿年的恐龙时代 哺乳动物的祖先处于弱势的境地 它们在夹缝中求生 此消彼长 艰难生存 它们被称作干群哺乳动物 它们体态和机能较为原始 因为它们既与爬行动物不同 同时尚不具备日后 冠群哺乳动物健全的特征和功能 那么那个时候呢 那我们的地球上不仅有恐龙 也有最原始的这个哺乳动物 它跟今天的哺乳动物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鸡干的部分 就是干群 那么这些动物 它已经开始和爬行动物 走上了不同的两条道路 对 它们日后逐渐演化出更多的那些功能了 都演化出哪些呢 很重要的啊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哺乳 那爬行动物是不能哺乳的 那还有一个特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它是很温的 很温的 对 我们知道啊 这个爬行动物 大家经常说一个词叫做门血动物 就是说它的温度是随着环境而改变 到我们的这个哺乳动物 可能我们37度 是你37度23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体温是能够通过我们的代谢 非常恒定的控制住 那这是哺乳动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比如说蛇到了冬天 那就不论活动了 它只能冬眠了 那我们的其他的哺乳动它都可以活动 当然也有很特殊的 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熊 北方的熊它也会冬眠 但是那不是体温的问题 是食物的问题 找不到吃的了 它只好在树洞里 那么降低 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生理反应的程度 相当于歇下来了 那这个是跟爬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能知道什么时期的这些哺乳动物 或者它们的祖先开始恒温了 开始哺乳了 能知道吗 直接的证据 你比如说我们量体温 那是量不然没法量的 但是我们有借解的办法 所以说我们可以研究化石里面 它保留的养同位数的信号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信号 我们一测就没用 我们必须有很复杂的过程 那你刚才问的第二个就是 能不能哺乳 确实是我们现在 找不到直接的哺乳的证据 它分泌汗液的组织 或者分泌乳汁的组织 它都是软组织 对 都几乎不太可能保存为化石 于是在古树洞里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来借一紧的证明 因为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 包括最原始的这个 那么它的耳朵里 这个听小骨是有三块 听小骨 那这是所有哺乳动物 也就是冠群的哺乳动物共性 所具有的特点 那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判断 就说如果它的听小骨 变成三块的时候 就跟今天的哺乳动物一样了 或者说它就到冠群里面来了 冠群是应该能哺乳的 那当然并不是说三块听小骨跟哺乳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只是它们是一个相伴生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作为一个间接的判断 那么这三块听小骨在哺乳动物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爬行动物不是哺乳动物的原因 就是它没有三块听小骨 那它的听小骨只有一块 但是呢 它的另外一个部位比哺乳动物的骨骼要多 就是下颌骨 那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只有一块骨头 就像我们的这个长牙齿的这个下颌骨 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磁骨 可是对于爬行动物来讲 长牙齿的这个部分以外 它跟头骨关节的地方 然后还有别的骨头 它是拼合起来的 对 特别是它的这个下颌骨跟头骨关节 不是用长牙齿的这个磁骨直接关节的 那那几块作为关节的这个小骨头 其中有两块最终进入到了这个耳区 变成了哺乳动物的三块听小骨中的两块 原来我们人类也好 还是说猫啊狗啊 对 所有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听小骨是下颌骨上原来两块骨头演化 对 从爬行动物的两块骨头 最终到了耳区里面去 如果有三块听小骨 一块下颌骨这样的结构 它就是哺乳动物 那如果有三块下颌骨的组成 一块听小骨 它就是爬行动物 它们头骨的这个改变 三块下颌骨有两块演化成耳骨 对 这个是不是也具备一些个功能上的用途啊 对 那实际上我们不仅是下颌骨的数量减少了 实际上头骨的数量也减少了 这有一个词叫用尽废退 对 不用它了 它就会去变成其他的功能 对 然后我用到它 它就会越来越强大 对 骨骨的减少和它们的愈合 使它们的头部变得非常的强壮 就是更容易抵抗外来的冲击力 那不仅是这个外来的冲击力了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也跟这个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的演化相关 就是它们的取食的能力 咀嚼的能力 那么也变得跟爬行动物不一样 它既然是一块下颌骨了 我记得像自然界中 蛇类包括鳄鱼这些爬行动物 它的嘴能张得非常大 对 那哺乳动物会不会影响它这个嘴张开的程度 那么张嘴的程度是要比蛇啊 甚至像这个暴龙啊 要小很多 那这样的原因呢 是在于我们的这个食物 已经变成很小块的咀嚼 不需要张成这么大嘴的 而它们的这些食物呢 都是狼头虎咽啊 都没有变成这个切割成小块 所以这个嘴变得非常大 但是这样的大块的食物吞下去以后 消化的效率是很差的 所以说看见吃了很多 但是如果是同样的 一样的食物的话 在哺乳动物里面 它会把它转化成更好的营养和能量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牙齿分为不同的类型 门齿 全齿 前就齿或旧齿 这样的话它的咀嚼的能力变得非常的强大 那这样需要相配合的肌肉骨骼 来使它的咀嚼变得非常有效 大家看那些爬行动物 它们都没有咀嚼狼腾虎咽啊 所以说它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利用的效力 那是源源要低于这个哺乳动物的 一万年前 哺乳动物祖先生存的环境 既危险又匮乏 既然无法与强大的恐龙竞争 它们只得另辟蹊径 规避着危险 小心出没 在隐秘的地方筑巢和繁殖 它们的食物很杂 既食虫也要用植物来冲击 由此 艰难的环境中 漫长的时日中 它们的身体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那它们要适应这样一种环境 它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首先是它要聪明 所以说整个来说 博物动物 它的大脑是比爬性动物要发达 可能大家说 这个霸王狼那么大 它的大脑应该很大 早期的博物动物很小 但是它在整个身体里面的比例 甚至是它的大脑的这个折皱 那里面是要比爬性动物更发达的 也更复杂 对 就是说简单地说 它比爬性动物更聪明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身体的机能更加的灵活 哺乳动物 它们的前肢 是不是比之前的动物要发达了 对 那这个发达呢 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姿态 那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说爬性动物 那为什么叫爬性动物呢 我看鳄鱼是这么在爬 乌龟 甲鱼都是给我爬 那确实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的解剖的特征不一样 那比如说 我们人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匍匐前进 你也可以爬着走 是吧 那但是我们正常的 四肢的姿态 它的四肢是垂直的 可是在爬性动物里面 不是这样的 它的这个近端 是水平延伸出来 那这个远端 前面的这个部分 在垂直向下 相当于拐了一个弯 明白 它这个弯是这样的 对 它是这么走路 对 所以说它是一个爬性的姿态 还真是啊 这个好像鳄鱼也好 乌龟也好 它是这么走路 对 那这就是爬性动物的 真实的原因 从这么爬 到后来 到冠犬阶段的哺乳动物 它能够用四肢行走 甚至奔跑 对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所以说 整个来说 哺乳动物 它的身体的机能 更加的灵活 那实际上 在中生代的时候 除了我们 通常想象中的 博物动物 会跑以外 那甚至还有会飞翔的 会游泳 会占领水里面 生态环境 会绝血 打洞 对 那当然 更善于爬树 那这个时候 它的视觉变得 非常的好 或者是反过来说 只有那些视觉 很好的这个类型 或者个体 它才能够生存下去 才能够遗传下去 所以这是自然血的作用 那那些视力不好 目光短浅的 那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这些机能 对哺乳动物来讲 对它们能够 在中生代生存下来 那都是必不可少的 好那今天呢 先感谢邓博士 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哺乳动物的祖先 和早期哺乳动物 它们当时的生活情景 接下来 明天的节目 您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哺乳动物是怎么壮大繁荣 好 就到了新生代 它们是怎么 逐渐发展起来的 感谢邓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